《!SPADIOH5IRRMMFIH4IRRMMFIH4IRRMFIH4IRRMFIH5 ens ノーセノーセ, våra商社,我们叫 拆ئ好 我们前 tecnologia非前所介绍了会超越世代的一个聚场版 直至我今天,还要能够说更多 الس rook 劇場版有關,也跟複製檔有關 所以我們就忘了拿到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一台 移速、刺激、特殊好不好 這個道具好像是出自於劇場版 想必一定會有一些不熟悉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看劇場版 但是這一篇話我是建議大家看 它歸類的話竟然是歸類在DRIVE的一個本傳 雖然裡面有出現Ghostal 但是主要核心還是以DRIVE為主好不好 而且那一部劇場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不想被破梗的話現在趕快去看 如果看過的話我們現在就繼續介紹一下 這一台在劇場裡面原本的持有者 應該是我們男主角的兒子持有好不好 只是被惡陸城市108擊破 所以這個道具就落入了敵方手上 讓敵方變成成為Command Lidar Dark Driver 這個故事我簡短大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惡陸城市108本來是惡陸城市的一個失敗品 所以被封印 封印到2035年才復活 他為了要將世界永遠凍結 他在2035年的時候殺害了我們男主角的兒子 並且搶奪他的腰帶 擬太成他的樣子 並且回到2015年 想要讓過去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融合 然後去觸發永久的世界凍結 藉由Dark Driver仿造出一個可以自動控制的怪人 藉助腰帶先生的一個失控 去破壞封印他的工廠 將他過去的本體給復活出來 然後呢讓兩個人合體 這差不多是這次劇場嗎? 概括的一個故事好不好 這一台看起來非常棒的炫炮啊 感覺給我很像以前 就是我小時候看那種風火輪卡通的時候 裡面會有那種未來戰車的感覺啊 非常非常理由線型的一個設計啊 我很喜歡他這個 他這個黑基底加藍線條 看起來非常棒像趴啊 中間這邊還有一個很棒棒點 就說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條碼下面啊 它是涵蓋的像是一個電路板的東西啊 有沒有 營造出更加未來科技感的感覺啊 這個也是為什麼這會調得透明的啊 就是讓你顧客看到裡面的一個電路板啊 然後那跟往常一樣 它上面的話是有四個輪子好不好 而且這四個輪子其實滿滑的耶 老實講 好我們把這外觀全部看完之後呢 讓大家介紹一下 未來的Drive大概長怎樣 Penshin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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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樣子我們就變身完畢好不好 而且我幫大家發現一點喔 基本上只要一插進去那瞬間 它就直接進入變身狀態好不好 就是比方像往常一樣還沒這樣轉一下啊 雖然有一些形態也是常常這樣設計 但是呢 我們還沒玩到好不好 所以呢我只能先講比較新鮮 那其他形態未來就會補啊 各位不用急 我們這樣插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Dark Drive的這個車車 就直接這樣安置在上面好不好 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Dark Drive再來劇動的一個能力 它可以只讓自己的裝甲在那邊自動戰鬥啊 就有點像是鋼鐵人 就是讓他的戰衣可以自動戰鬥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這也算是未來Drive的一個能力啊 然後呢 我們稍微再玩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 其實我當初一直以為這個可能沒有裝甲的音效 結果還真的有啊 讓我滿意外的啦 然後呢 它的音效方面的話就好像也是採用類似 有點偏不妙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再高科技感一點啊 有一點點可惜好不好 音效方面的話就比較沒有出動到我點啊 但是我還是說我點了 它的皮靠很帥 因為它是改成全黑 然後加上藍色線條的設計 因為由於它本身這個沒有辦法拉 所以呢這個的話就像是沒有辦法觸發必殺技 有跟大家補充一下 頂多這個按壓這邊可以再觸發一個音效而已啊 像這樣 但是值得一提點是 Dark Drive的武器挖掌是要用槍鍵好不好 然後它那把槍鍵的話下面的話是這個作為基底 所以我覺得還算蠻特殊的好不好 Dark Drive能玩到內容全部玩完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我決定這兩個來進行測試一下好不好 啊? 怎麼會是個? 這個兩個代碼完全一樣好不好 所以呢它刷過去才是馬赫好不好 這是正常這是正常 飛狼非常大後期而推出的道具啊 所以呢會有點小bug還算合理啊 再來的話我們的魔鏡手槍啊 這個的話是屬於完結紀念版的 欸可以耶! 不愧是跟二路程式稍微相關的道具啊 讀得到已經蠻合理的 然後呢射擊音效的話 好跟往常差不多 就是一個比較偏要集中能量炮的感覺 然後呢我們把這看完之後呢 在劇情的後半段 女主角依靠這台醫生去控制這台系統 讓它反轉成我們旁邊來到DRIVE可以使用的系統 就變成這個狀態好不好 這個點雖然開始就看出它是可以反過來的 但是呢鋪陳我覺得鋪陳還算OK 反轉之前的話是讓我們的DARK DRIVE變成Type Next嘛 反轉之後呢變成DRIVE可以使用的系統 那就會讓DRIVE直接變成我們的Type Special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會進行一個變身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的話就是正反兩面 然後應對兩種不同騎士進行一個設計啊 當這個一丟出去的那一瞬間的時候呢 還同時跑出他兒子的一個殘影 讓他兒子跟他一起變身 所以簡單來講 因為像是父子融合的一個型態啊 然後呢我們稍微建議拿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融合我們父子力量的一個戰車啊 其實這兩側看起來感覺我覺得差蠻多的耶 雖然他們是採用同一外型啊 但是呢他在前面這邊啊 把他加一些紋理啊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是差蠻多的啊 然後呢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前面這邊是有凸一塊 然後並且上面的話是附帶一個紅色線條 然後呢在側面 側面的話一樣有紅色線條 它裡面的話一樣是有一個類似電路版的一個設計啊 但是這邊有個比較特殊的點就是說呢 這個的話是不能轉的啊 我們把它這樣展開的話差不多是長這樣 有沒有這邊可以拉開然後這邊不能拉開 因為有於剩下的部分就跟我們剛才 DARK DRIVE用這個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直接用這個 來讓我們進行一個父子HANDSHIN DARK DRIVE TYPE SPECIAL 這樣我們Type SPECIAL就變身完畢好不好 嗯讚讚讚 音效方面相較我們的DARK DRIVE來講 就變得更加更加的正派啊 重點是呢也可以轉啊 跟劇中是完全一模一樣 倉序話超市長這樣還蠻鮮艷的 跟以往的DRIVE的顏色算是有大跳脫好嗎 這樣子的配色看起來就更像 從未來來的道具要硬插在這上面 所以呢我們稍微再變一次給他詳細聽到他的音效 DRIVE TYPE SPECIAL 然後那值得一提一點是 他是他跟他兒子同時變身 雖然他兒子死了但他兒子的話是以數據化的方式 站在旁邊一同變成然後兩個人鬥在一起 二產生出來的全新型態 而且那型態的皮道超帥 這算是我DRIVE裡面第二喜歡的好不好 然後那我們現在稍微聽一下 就是他變成這個型態之後的一個待機 我也蠻好奇的 完全心貴耶 我們現在使用一下劇中的第一個絕招 就是連刷這個三次啊 這樣的話就大幅度的加速他的速度 進行連續攻擊 可以搭配我們一些武器進行的使用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超必殺機 好 然後呢這時候就這樣劇中 直接往上衝過去然後直接踢爆他 這時候就是他的一個必殺機啊 其實他有最經驗還是他的待機器 他待機器竟然是新規的 讓我很意外 跟剛才的慣例一樣 讓我們的來測試看看啊 他自己將special改成日語的念碼 這個的話就像是讀得到的 再換我們的魔鏡槍 魔鏡槍感覺應該是刷不到的 因為這個的話就跟二路程式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呢刷不到蠻合理的啊 跳出一個錯誤的音效啦 來各位以上的話 就這樣我們這次的一個未來車 幫大家介紹完畢了好不好 我要先說啊 因為本身DRIVE這次道具有一個設定啦 所以這些道具的話 如果你沒有看這個距離 你就會覺得他不太寫 但是呢 整體驗搭配腰帶玩的時候呢 我覺得感官是有大幅度的提示好不好 因為呢這次DRIVE的重點 全部都在腰帶身上 而不是這些小車身上 所以呢 如果你只擔受這個是 絕對沒有辦法感受出來好不好 而且我要先說 其實我蠻推薦大家去玩DRIVE 因為DRIVE其實說實在 真的非常便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好不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COMMED LIDAR DRIVE的一個副子開箱 錄製吧 請幫大家分享每週一集再見 掰掰